久安啊小朋友 妹小朋友 你要申请收养 王爸爸 王妈妈是吗 是的 那请你告诉法官 什么理由你要收养他们成为一家人呢 我喜欢跟妈妈看卡通 因为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依靠 因为当我伤心时 他们都会安慰我 我现在正式裁定宣布 你们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人 二福联盟大家在十年前 引进了收养月这个概念 第三届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孩子常常觉得说 在收养事件里面 都是大人在安排 他们是没有决定权的那一方 那我们想想说 怎么样去翻转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就想到说 如果我们能在法院办一个 这样不同的活动 孩子可以再重新决定说 他要不要收养他的父亲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得到了高雄少家院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跟他合办了这样的活动 在高雄法院这一场啊 其实爸妈很多后续的反应是 他们看到孩子 对他们的肯定 是很感动的 然后觉得说 好像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是再次单方面 是双方面互相肯定 都是一家人的感觉 请请 好 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从事收出养事件的审判工作 累积伴有将近八百到一千件的一个经验 本院裁定准以收养 我是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院长钟忠林 我们也体会到这些儿童 他们是一个被决定者 所以在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询问孩子 有的孩子也有很多的心里的话跟为难 所以让我们体验很深 我们开始进行 裁定收养程序的调查审理 我们提出这个第三届的 收养月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借用这个活动的正向意义 来让孩子扮演所谓收养父母的角色 让孩子体验他们是决定者 让孩童也知道 今天他在圆满的收养家庭生活 虽然他是被决定者 但是大家的决定 大家保护他们是正向 而且目标是对的 俄副联盟是在我们邵家院 是我们很感动的伙伴 久安啊 小朋友 小朋友 你要申请收养王妈妈 是吗 是的 那请你告诉法官 什么理由 你要收养他们成为一家人啊 我喜欢跟妈妈看卡通 因为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依靠 因为当我伤心时 他们都会安慰我 我们就去台中 儿父那边具体的 一个说明对我来讲 我觉得重要就是 她说我们不是帮你们 夫妻找小孩 而是帮小孩找一个适合的家庭 儿父会帮我们设想很多 所以年受成熟 那我们还是学问儿父 偏旦的身份 就是她们依赖的 那个就是一个满足的 知道她需要我们的照顾她 就是一家人的一种经历关系 然后是一个满足 也是一个孤单 她开心啊 我就觉得这种角色互换 能够更肯定说 我们领养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经过很谨慎的考虑 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 就是会更有保障 觉得也让小孩子比较安心 虽然没有学问关系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一家 你慢一点 就是要快一点才好玩啊 她有说她将来想要回去找阿爸 我们其实是很理性的 就跟她说 十八岁之前够 十八岁之后我们会陪她 一起一起回去查 查 来 拿东西 有说她会不服管教 然后那个床庭就会起来 这个其实每个家庭都会 也不是只有领养的家庭才会 她其实还是会有贴心的时候 她也曾经说过说她觉得她自己很幸运 可以被我们领养 她也会自己揉着我叔叔 妈妈的健康我来照顾 真的觉得人生变得比较圆满一点 觉得有小孩 家里多两个人又更热闹 成为一家幸福美满的企业书 请我们庭务员交给你们双方签名 那在法庭的签名一签上去 就永永远远幸福美满 如果爸爸妈妈的爱是春风 那我们的孩子就是风铃啊 春风吹着风铃风铃会响 我们多么喜欢风铃的日耳声音 那我就鼓励你后母要出来 要爱他们不要放弃 收养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我们心中充满着爱 我们就是一家人 永远会快乐幸福的成长生活 我现在正式裁定宣布 你们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人 sí Gl коп 哈哈哈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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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感谢观看